大佬, 撈機 我的草很大條 有魚吃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阿火 歡迎大家回來我的頻道 天氣開始回暖, 魚排又有魚釣 今次又帶大家去魚排玩玩 有朋友問我, 除了烏頭, 還有其他魚釣 其實魚排有很多種玩法 今天就教大家用佛桿, 用青蟲做梨釣蠟魚 我們的釣組非常簡單 一個單勾, 加粒夾完就可以了 這次我們用青蟲做梨 目標是釣蠟魚 這樣就不能節省, 要整條青蟲勾下去 口梨在水中的動作才會自然一點 這樣就會容易引到大魚 口梨一落到底, 滑這麼快就吃了 都有點力, 不知道是什麼魚呢 原來是條沙蠟仔 今天我想用魚仔做潮式魚飯 所以你今天就不幸運了 遇到我 放在籠裡養著 因為沒有打有你, 不可以坐定釣 一定要到處試 不用 其實如果附近有魚, 很快就會吃 不錯 吞了 如果有很多魚在這裡偷吃 就趕快走開 不然牠們很快給牠們吃完 不吃的魚就不要弄死牠們了 趕快放回海裡 對呀, 山蠟仔 其實有時候釣在這些物物手的山蠟仔也不錯 這條沙蠟仔受傷, 爛了身 爛了身的魚通常比較腥 我們就不要吃了 放回海裡, 讓牠好後再釣 真的很容易做, 很容易有餐菜 很快就釣夠一碟, 夠吃了 嘩, 都好玩 這條沙蠟仔 因為青蔥比較長, 魚一釣 你不要馬上釣 讓牠們吃心一點才來抽牠 這條沙蠟仔應該不是沙蠟仔 有一點水 大哥, 撈機 我的草很大條 有的 如果可以切到藍 千萬不要硬扯牠 讓牠慢慢油出來 有魚吃 想不到有一條根頭 黑沙蠟仔 黑沙蠟仔 成根 如果魚排沒什麼人 可以放一枝乾釣尋底 有時候會有意外收穫 這次不知道釣到什麼魚 沙蠟仔 原來也是沙蠟仔 我們這次做的潮式魚飯非常簡單 其實魚飯是沒有飯的 就是用魚來當飯吃 不過建議大家不要用太大條的魚來做 半斤以下的魚就夠了 沙蠟仔湯了一套 打完後用粗鹽醃一個小時 蒜頭去皮 因為用來熬湯 蒜頭就不用切了 我們要蔥白的部分 用刀刨拌一拌 讓它熱出味一點 加少許油 蒜頭和蔥白 落鑊爆香 聞到香味之後 加入1公升的清水 如果煮完雞有雞湯 可以直接用雞湯來做 如果沒有的話 用龍湯煲也可以 煮滾了就可以關火 煮之前 我們先用水 把魚身上的鹽洗乾淨 然後我們把魚放在石子盆裡面 再放入密實袋 如果直接放魚在袋裡面慢煮 魚很容易會煮到散 這樣就不漂亮了 然後我們把剛才煮好的湯 慢慢倒入石子盆裡面 完成之後我們就可以準備慢煮了 我們可以把魚放在水裡 再封袋 水的壓力就可以迫在袋裡面的空氣出來 這樣就可以不用用真空機來抽真空 如果鏡盆魚煮後會浮上來 可以用重物壓住它 這次我們會用80度慢煮20分鐘 過了20分鐘之後 你會看到眼睛變成白色 這樣就熟透了 完成之後 我們把魚拿出來 把魚放涼後就可以吃了 傳統的食法可以配一份普林豆醬 超市和雜貨店都可以買到 我們試一下 試一下 魚飯 可以選擇 很有趣 很有趣 很零豆醬 不蘸也可以 味道 很濕 很不喜歡 以前沒有冰箱 有人煮完 可以放進去吃 可以試一下這個 茄汁加這個 Tabasco 味道很像蟹肉 對 很硬 魚飯就當作飯 原來沒有飯 在沿海的地方 魚肉 很新鮮 有些在船上已經做了魚飯 會比較好吃 這樣就不會變壞 你喜歡蘆豆醬嗎 超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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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蘆豆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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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要多虛 像加蘆豆醬